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真的没什么代表性 如果不想听废话的话 可以直接跳队最后听赛果 好了,我们来吧 之前分享了01一篇 TVB地位超然女星十大排名 看到大家反应都挺热烈 很多网友都留言 没有谁是谁 没有代表性 又或者是为什么没有谁 当时有网友提议 非天爷爷,不如你弄个玩玩 我都想如果弄个的话 任大家提名 任大家投票 总之你来参与 你来玩的话 任何提名都可以入围 到时会是怎样呢 于是非天爷爷就来一个快闪的选举 因为我这一类型的蚊型Facebook Fan Page 竟然告诉我 拖多少人 其实分别不大 只会是头一两天 会有反应 有人理会 所以就来一个极速快闪版 当日六点钟左右 就出post 公开接受提名 每人可以提名五个TVB的女艺人 歌声不计 离巢的都不计 当晚已经十点半截止 所有留言提名的都入围 自在和大家玩玩 然后投票 都是一两天时间 就已经搞定了 唯一有网友留言查询 就说 吴若熙当不当是艺人 还是当她是歌声呢 我就会把吴若熙列入 歌声和艺人的两棲动物里 因为她参与的众艺数量 的确是很多 亦都参演过很多部电视剧 看《维基》的记载有十一套 香港人在北京做过女一 旁观者的气氛都很重 所以有人提名的话就OK 都是那句 反正和大家玩玩 不是什么正式的选举 当晚 即刻半夜出了个post 给大家投票 喜欢的话 投了这么多个都可以 不过问题又来了 第二早上起床的时候 看到不止一个网友留言 質疑 蛇丝曼是不应该入围的 因为她已经不是TVB的艺人 她连邵线艺人都不是 因为她自2016年开始 她是属于自己公司 蛇丝曼工作室 网友指 若蛇丝曼都可以的话 若蛇丝曼都可以 一想到这样的话 一路一路加下去 有可能就是 到时全部TVB 尼巢的艺人都要加下去 那不要搞了 索性就斩揽了 蛇丝曼 OK 大家觉得她不是TVB艺人 如果她没有合约在身的话 不要紧 剔走她 一了八了 另外有人问 咦 朱千雪也是? 朱千雪不是离开了TVB吗? 我一开始都以为是 那在TVB的网页上 仍然看到朱千雪的名字 所以她仍然是TVB的艺人 好了 我们说回蛇丝曼 其实蛇丝曼一开始的时候 就已经是票后 还要以大比数领先 我相信她有可能 一直由头带到尾 可惜了 那不算了吧 当然 若果要拿正来做 其实很多艺人都要出局了 例如邵氏的算不算呢? 算了 我们玩玩而已 邵氏反正都是TVB 同一个老板 当去 侵去玩吧 好了 因为剔走了蛇丝曼 最后剩下39位女艺人 飞天爷爷将得票的票数分成四组公布 我们从最低到最高开始 得票排名31至39的女艺人 排名不分先后 包括有 再升上去 排名21至30的女艺人 排名同样不分先后 包括有 蔡司贝 林夏眉 尤家恩 罗毓宜 朱千雪 王翠鱼 何佩家 朱晨黎 吴若熙 林海恩 这一组有几个是同分的 蔡司贝和林夏眉是同分 王翠鱼和何佩家 都是同分的 好了 来到排名11至20的女艺人 排名同样不分先后 包括有 陈义得 范逆敏 胡定欣 蔡祖曼 陈伟 高海玲 姚子玲 麦美恩 陈贝宜 李子晴 可以透露一下 蔡祖曼 蔡祖曼 蔡祖曼只以一分之差 排名11位 即是说 差一点 就可以入到十大 又是非常可惜 同样地 这一组都出现同票的情况 麦美恩和陈贝宜 拿到的票数是一样的 基本上 打入十大大部分 都是我预期的 非癫人也发现 有几位女艺人 都是因为我平日 在Facebook的Fan Page 有提及到 我告诉大家 我很喜欢看他们 或者是这种吸引力法责 因为这样吸引到他们的Fans 来关注我的Fan Page 就是多得人家的Fans 来关注我的Fan Page 所以今次有这个活动 他们成为了这一次的铁票 再加上他们分享开去 叫更多人来投票 所以成绩都不差 好了 是时候公布 今次滚水六脚快闪选举 非常喜欢TVB 十大女艺人的十大名单 排名同样不分先后 包括有 张希文 龚佳欣 郭柏妍 李佳心 傅佳妮 黄敏 柳永泉 蔡杰 尹思贝 和刘沛月 好了 可以分享一下 他们每个人 都不是由头大到落尾 例如李佳心 第一天早上看票数 十大都不入 直到昨天开始 他的票数才开始慢慢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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直攀升上去 就刷入十大 另一个后竞灵例的 就是傅佳妮 傅佳妮在昨天下午 他的票数不断飙升 而且刷到他都挺高位置 在整个投票过程里面 好像很久 其实不是 大约是一两天时间 有一些人的票数 其实都长期是高企 例如黄敏逸 黄敏逸 黄敏逸一开始的时候 他是票后 他是跑第一 只不过后期 慢慢其他人的票数 一路一路攀升的时候 他才慢慢慢慢 被其他人爬了头 但他依然可以 站在十大里面 长期比较稳定表现 就是张希文 张希文应该是 这么多个女人 由Day1开始到终结 即截止投票之前 他的表现都没有太大的 想想落落 都是站稳的 好了 我知道 说了这么久 大家都很想知道 最高票数 其实有哪些女艺人呢? 公布最高票数 还有头五个 同样排名不分先后 分别有李佳心 傅嘉莉 张希文 黄敏逸 和刘泳璇 至于实际的票数 和排名 我原先很想公布 之前有几个网媒记者 其实都是同一个网媒 同一个集团 甚至乎我怀疑都是同一个人 因为他们写完同一篇文 是几个page 大家share 来到飞天爷爷的fan page 去cap 图 企图放我上桌 我为免又有人借 今次纯粹和大家开心玩一下 一个快闪的选举 拿来大做文章 所以今次我就分组公布了 反正是讲十大 大家都知道哪十大 其实都OK啦 有很多网友都提议 不如你一个十大男艺人 或者今年的十大歌曲 剧集歌之类 我甚至有想过 不介意大包围 不要只选TVB 全香港所有艺人 所有歌声都炒一碟 到时真的非常热闹 不过想想好了 其实搞一次选举 背后有很多东西要兼顾 最后恭喜得进者 虽然不是什么奖项 或者什么选举 也多谢所有参与的朋友 全部由大家提名和投票 如果听完今集结果 赛果之后觉得 没有这个代表性 还是不合心水 不要紧 下一次再有类似的游戏 再有类似的选举的时候 到时我会遇到你了 喂喂喂喂喂 又说TVB 有没有其他东西要说的? 有! 你给我另一个频道 是这样的非天爷爷 连结就在今集节目 结尾的画面 左下角就会看到 记得订阅 哈啰! 假如你喜欢非天爷爷的节目 欢迎订阅我的YouTube Channel 但假如你真死非天爷爷 和他的话 就无谓浪费大家时间了 订阅之后 记得按下小铃铛 下次有节目更新 就会通知你了 看完不妨给个like支持一下 又假如你可以分享给朋友的话 就是对非天爷爷最大的支持 不要做标题档 留言记得留言注意事项 违规者可能被拉黑和删除留言 吻一被非天爷爷措手杀错良文 不好意思 跌入黑洞的名单 是无法救出来的 有兴趣的话 不妨关注我的社交平台 是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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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 咱